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确实是它会像某些置换剂一样带你进入一种非常态的意识状态 但它同时又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当然也是合法的 那Holotropic这个词好像在中国还没有特别正式的翻译 Holo在希腊语里面是全或者整合的整个的意思 然后Triple就是Tropic在希腊语里面是Moving towards 所以这个词加起来就是Moving towards wholeness的意思 就是朝着整体或者是走向整合 那我查了一下这个呼吸法在中文里面还没有特别多的文献来详细系统的描述 那在台湾的一些文章里面有提到 它们翻译成回归呼吸法 整体自愈呼吸法或者是全息呼吸法 那我自己会更偏向于用整体自愈呼吸法这个名称 因为整体更接近于它的词源 而自愈是这个呼吸法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个待会我们会讲到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我想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是扯扯淡就讲一下这个创始人Stan Groff 他的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也是当大家可以当那个小说或者是 就是都市奇谈来听一听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呼吸法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第三是我自己的体验 然后第四个部分就是用Groff的理论如何理解这些体验 好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首先我来讲一下这个呼吸法的创始人的故事吧 严格来说其实是两个创始人 是Stanislav Groff和他的妻子Kristina Groff 两个人发明的这个呼吸法 但因为Stan Groff这个老爷爷更加出名 然后他的媒体上的曝光率也更高 所以对他的了解稍微多一点 我就讲一下他吧 那Stan Groff教授现在已经87岁了 但是思维依然非常敏锐 谈吐清晰 听他的采访真的是一种享受 在这我会推荐大家去听Tim Ferris Show上面 对他的采访 那也是在那个采访里面 我听到了一些他自己的奇闻异事 但首先来讲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 他是一个精神病学的教授 那同时也是研究者 也是一些也是临床的治疗师 他曾经在就五六十年代 LSD合法的时候 治疗过四千五百多个人吧 就是利用LSD来治疗 不管是抑郁啊 癌症晚期的临终焦虑 以及有存在主义危机导致的一些精神痛苦 那当年他首先是在捷克布拉格做研究 后来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去到了美国 在John Hopkins 也就是当年数一数二的LSD研究的 一所大学里面主导这个研究 当然了在六十年代末 LSD变得非法了 在那之后他就没有办法继续他的LSD研究 但是与此同时他又非常的渴望 再继续把这种非常态的意识状态 以及这个意识状态 能够带给人的一些突破 继续的发扬下去 所以在1974年 他和妻子Christina一起 发明了这个全息 或者是整体自愈呼吸法 那所以我想要讲的一小段 这个他的故事是 也是从那个Tim Ferriss Show上面听到的 他自己讲的时候也非常精彩 如果你能听英文 然后去听一下也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他就讲说 他当年大概是五七年还是哪年的时候 要从布拉格搬去美国 开始做研究 当然他在布拉格的时候 已经在做LSD方面的研究了 他自己也会服这个药 然后来产生一些洞见吧 所以他去到美国巴尔蒂摩的时候 就在那边也 就是在大学的设置里面 合法的使用了LSD 然后在那个过程中 他就感受到 全是 就是很常见的那种 比如说时空突然都消失了呀 自我也消失了呀 他就觉得非常的自由 他突然就在 在那个里面 他就开始想 我自己能不能 如果真的这么自由的话 我能不能穿梭回布拉格 我现在我爸妈的家里面 所以他就开始这样试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想的是 我是不是要飞 然后他就试了一下 好像可以飞起来 但是飞不了很远 他突然就开始 嘲笑自己的想法 我为什么 在这样的无边无际的 好像感觉自己已经全能的 这样一个 另类的意识状态里面 我还想的是 有距离这件事情 我还要飞 我是不是应该可以直接 就出现在我爸妈的 那个家里面 然后他又试了一下 这个时候他就发现自己 出现在了 他爸妈的家里面的电视里 然后他又开始觉得很好笑 因为还是受着 普通的意识的限制 因为好像 我们出现在一个非 所谓的非正常的环境里面 一定是出现在电视里 或者出现在那种影像里 而不是真实的 那个环境里面 所以他又试了一次 能不能直接出现在 他父母家里面的客厅里 果然 好像真的出现在客厅里了 然后他这个时候在想 万一我在这个状态里面 体会到的 真的就是我父母家 此刻的样子 因为他能够感受到 他父母在呼吸 在他旁边一样 他说我怎么来验证呢 他想了一下 那我看一下 那个墙上的钟 看时间会不会 就是布拉格的时间 但他马上又想 这个不能成为证明的依据 因为我现在脑子里面 还有意识 我大概也知道 布拉格和美国的时差 大概有多少 那显然墙上的钟 当然是当地的时间了 所以他就在想 怎么样来证明 我现在真的是 到了我父母家 而且等我从这个LSD出来之后 我可以来把这个东西 跟他们验证一下 然后好像感觉自己发现了 惊天秘密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想 我可以把墙上的一幅画 拿下来 然后放在地上 而这个钉子还在上面 所以就会造成一种 给他父母 他父母就会肯定觉得很惊奇嘛 为什么钉子没有动 然后照片 那个那幅画会掉到地上来 所以他就想 按这种方式来检测一下 会不会是我真的穿越过去了 但他正打算这样做的时候 他突然意识到 这个想法的可怕之处 因为这可能会开启一扇 非常 就当然是开启一个 非常强大的能力 就可以穿梭 然后可以 甚至可以 比如说去赌场 去赢所有的钱 然后去一些 机密的 政要的 谈话 然后去偷听 然后可以左右很多事情 他突然就感受到这种 对于 小我对于权力的欲望 以及这种权力 他的 可能会 会失控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然后他又想到 如果他自己有这个能力 真的可以穿越 然后可以知道 他父母家里面 目前是什么样子 那这种能力 也可能会被其他人利用 然后被其他人知道 同时他自己也不能保护自己 所以他就开始想很多 当然他后来 出来之后就毁死了 就骂自己千百遍 为什么当时这么有道德 但是这也体现了 他后来也觉得 虽然后悔 但是这也是他 个人伦理的一部分吧 他还是很珍惜这个事情的 但与此同时呢 他出来之后 突然也没有完全 从LSD出来吧 但是就是 恍恍惚惚之间 他突然感觉 自己其实从来 没有离开过布拉格 而到美国 巴尔蒂姆去做LSD 实验这件事情 本身是他在布拉格的一个梦 或者是在布拉格的一次LSD 体验里面的 一个 一个小 插曲 在那一瞬间 他突然就有了 体会到了什么叫 装生 梦蝶 就他自己对中国文化 也是很感兴趣的 他就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装周 还是蝴蝶 当然这个 这种迷糊 一直持续了 大概八九个小时 所以他一直 就不知道自己 是在美国 还是在布拉格 所以整个的经历 对他来说 是他最为难以解释 或者奇妙的一次经历吧 那另外他自己 也还非常相信 synchronicity这个事情 也就是共识性 共识性的简单解释 就是meaningful coincidence 就是有意义的巧合 就我们世界上 当然会发生 很多很多的巧合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常说的 说曹操曹操就到 就是一种巧合 那synchronicity 他作为有意义的巧合 其实当然 这个意义是 人的主观 施加上去的 所以他依然强调的是 你的体验层面 为什么这个巧合 对你来说 非常的有意义 那他自己就 见证过很多synchronicity 他也讲过一个例子 就有一年 他来到中国 是去济南 就孔子的故乡嘛 去做一个 这个呼吸法的培训 那他一直在 这个呼吸法里面 强调的是一种 transpersonal的一个视角 就是超越个体 的这样一个视角 然后希望 大家超越文化上的 隔阂种族的边界 来一起去体验一些 合一的境界啊 什么的 所以当时 他去 讲座的时候 就有一个 叫梦的女生 我不知道他 姓什么啊 但名字是什么 梦的一个 也不是女生吧 一个妇女 就前来找到他 说 我奶奶 昨晚上给我托梦了 说明天 有一个人 要来济南 要我把一件 就是家传的 一个祖传的 一个宝物吧 送给他 然后他就送了 拿出来这个宝物 其实就是一颗 化石 是鹦鹉螺的化石 那这个鹦鹉螺 只能在喜马拉雅山上 发现 也就是在 五千万年前吧 它存在过的 一个东西 那与此同时呢 Stan Grove教授 其实刚刚成立了 一个协会 叫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就是超个体心理学 国际协会 那他们刚刚 想出来的一个logo 就是一个 神圣几何的样子 也就是这个 鹦鹉螺的样子 他们也一直在用 那这个时候 他就觉得很神奇啊 一个中国的女人说 他奶奶给他托梦 然后一定要送他 一个东西 结果就是 刚好就是 鹦鹉螺的化石 所以这些事情 当然他不能够用 我们目前 科学范式里面的 任何事情来解释 因为很多人会对 共识性这个事情 如果简单解释的话 就可能是 大概率 就是 其大基数的 小概率事件 就它其实是 虽然概率很小 但是如果你基数 足够大 是可以发生的 而且每天 在这个地球上 都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那另一件 另一个解释 可能就是 Confirmation Bias 就是你 确认性偏见 你如果想这件事情 你经常 当他发现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 你又放大 他的神奇性 当然 这些科学的解说 可以让你 就停下来 停下思考了 脚步说 这个不过就是 大基数事件 或者是什么 确认性偏见 但是 Stan Groove教授 他不愿意 就此停脚 他希望研究 更大的 关于 human psyche 就是人类的精神 或者是 心灵层面 能不能够 用一些 不管是 隐喻也好 还是 传统上的一些 原型 各种神话 就把它编织出 一个有意义的 绘图 他用了一个词 叫Cartography of the Psyche 就是他 希望绘制出 一块地图 然后用这个地图 来 帮我们理解 人类的精神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地图 依然是地图 它不是精神的本貌 只是说他 希望通过 自己的研究 不管是LSD 还是后来的呼吸法 来给人 提供一个这样的 暗图所记的 一种方式吧 对 所以这个就是 Stan Groff 这个人的故事 那到底什么是 这个整体 自愈呼吸法呢 那在我介绍 这个呼吸法之前 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虽然它比起药物 更加可控 风险也更小 但是它依然 有一定的风险 尤其是对于 55岁以上的人群 以及有心脏病 孕妇 还有患有 严重精神疾病的人 最好还是不要参加 更不要在没有 那个带领者的情况下 独自来试这个东西 所以 这个呼吸法 它最为 它强调的就是 当然一是整合 二是自愈 就是说 每个人其实 就像大自然里面的动物一样 受伤了 是可以自己愈合的 身体是有这个 自愈的能力的 但为什么我们现代人 经常卡在 比如说抑郁啊 焦虑啊 或者是上瘾这些事情上 是因为我们没有让身体 没有允许它 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愈合 然后我们一直在 我们自己的脑海里面的 那个很单一的脑回路里面 来想这个事情 我怎么感觉这么卡壳 我好像解决不了 但是它就预设的是 如果你 像你的身体 或者像你内在的 很强大的一个 自我 臣服 然后与它连接的话 然后同时 让你的 小我的 叽叽喳喳的那个声音 静下来之后 其实是会有很多 智慧和动静 和自愈的能量产生的 这当然是 整个的这个 呼吸法的一个预设 那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 不费力 或者说是不强迫 就不需要有很强的动机 Non-directive 也就是说 你可以有所准备 我在这一次呼吸法里面 来处理某件事情 也可以什么都不准备 不需要准备任何的目的 我想要从里面得到什么 也不用担心 自己最黑暗的一些东西 会跑出来 然后让你无法驾驭 因为这个呼吸法 它预设的是 你只会体会到 你准备好了 要去处理的一些事情 所以在这个呼吸法里面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 不同的场景 或者听到 或者经历 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感受 那仅仅是因为 它们已经准备好了 它们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 有点那种叙事待发 等待着你去看到它 去体会它 然后去处理它 整合它 所以冒出来的东西 一切都是 恰恰好 适合你现在去整合的 那这个整体 自愈呼吸法 一般是在集体的设定下 完成的 就是一群人 两两一组 一个是呼吸者 一个是sitter 就是照看者吧 还会有几个带领者 那当你在呼吸的时候 其实旁边那一个照看者 做的事情几乎就是无为 因为他不需要 对你有任何的指导 只需要在旁边陪伴 那当你有比较强烈的一些身体反应的时候 他也只是会鼓励你去继续探索 而不会说 比如说你在哭的时候 他就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就不是这种 那其实这种sitting 或者照看也好 陪伴也好 我觉得不仅是对呼吸 也是在生活中 你作为为人父母 或者为人伴侣 也是非常有启发的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 其实常常没有太多机会 能跟自己 或者跟别人的痛苦相处 所以一旦身边有人 正在经历巨大的悲痛的时候 我们往往心里面好像就在说 不要只是坐在那儿 说点啥呀 但其实 正好要做的应该是相反 就是不要说点啥 只是坐在那儿就可以了 因为 当我们看到别人正在痛苦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想要去平息那个痛苦 去告诉他 没有关系会过的 甚至最 我觉得最没笑的就是 笑一个之类的 但其实这是因为我们自己 不能很舒服的跟这个痛苦相处 所以才急着想要去修复它 从而让我们自己好过一点 而不是真正的想去安慰对方 在这样的设定下 就是小组的 然后大家可能要花上一天 甚至有的长一点的是三天的 或者至少两个小时吧 你就是他最低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做这个呼吸法 在这个过程中 要分成大的阶段是三个阶段 一个是准备 第二个就是呼吸本身 第三个是整合 说来这个也是现在所有的 置换剂疗法的三个阶段 就是你一定要 再把这整个阶段做完 而不是只是去 扔在那种非常强烈的感受里面 然后出来没有准备 也出来之后也没有整合 那样就很难跟现实生活产生联系 所以在准备的阶段 一般带领者 或者是这种教 Breathwork 教这个呼吸法的老师 就会大概讲一下 这个是什么内容 然后以及你需要 调整什么样的心态 也就是我前面讲到的 认识到你自己内在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自愈功能的 你只需要向它沉浮 然后也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吧 这就是准备阶段 那实际的呼吸阶段 大概就是 先带领者让你 花上个三五分钟 让大家用深呼吸的方式 放松下来 然后他会教你一种呼吸的方法 就是非常快速的呼吸 以及就是每 我们平时呼一次气吸气 有时深呼吸的时候 是把一口气吸到底 然后再呼气 然后呼到底又再吸气 所以其实呼和吸中间 是有一个小小的间隔的 那在这个呼吸法里面 你是不需要 或者不能有这个间隔的 也就是说 当你吸一口气 还没有吸到底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吐出去 然后当你没有吐到底的时候 又要开始吸下一口 这样的话 整个的呼吸就是循环起来的 首先我想说一下 大家不要在 身边没有人的情况下 自己练 因为它很容易造成 换气过度 然后缺氧 你可能 如果身边没有人 然后你又是在一个 比较嘈杂 或者是比较不安全的 环境里面的话 会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大家听我讲一下就好 不要自己去试 那具体的 如果想要试的朋友 可以听到这个节目最后 我会跟大家分享 在哪里可以免费的 试一次这样的体验 所以我现在还是 大概的介绍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所以刚刚就讲到 这个快速的呼吸 然后与此同时 就会有音乐出现 那这个音乐 一开始节奏是非常强的 所以你那个呼吸的节奏 就跟着那个音乐 变得越来越快 大概只需要 不到五分钟吧 五分钟到十分钟 你就会 那种快速的呼吸 就会让你的大脑 严重缺氧 但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开始进入 另外一种意识状态 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幻觉 如果你平时 就是经常做梦 很活跃的话 会有一些幻觉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就更多的是一种 强烈的情绪 以及与你联系起来的一些 一些场景吧 就像是做梦一样的场景 就不是说你能看到 你不是你的眼睛 产生幻觉 而是你的脑子里面 开始有各种各样的 图像的联系 那这个音乐整个 整个过程 因为呼吸的过程 可能有两个小时以上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音乐也分成不同的阶段 大概三个阶段吧 第一个阶段 它是非常强的节奏感 因为它要把你的呼吸带起来 然后你一直跟着 它那个节奏呼吸 大概几十分钟 半个小时以上吧 可能 你就会 进入那种状态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 更加推进的过程 这个音乐也变得 非常的情绪化 然后有史诗感 就特别的宏大 这个时候你就会 体会到一些 各种各样的情绪 就冒出来 然后你身体里面 埋藏很深的记忆 以及你有过的一些幻想 都会出现 然后你有可能 不能够理解它们 但有可能就在这些 事情出现的同时 你就获得了一些 对它们的重新的理解 和它们之间的联系 的一些认识 然后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动静 也可能没有 但是这个过程中 其实没有太多的技术 甚至包括前面说 要怎么样产生这种 循环的呼吸 连这个技术 到一定 到后面的阶段 如果你没有 一直持续那样做 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它 这个呼吸法就是 一开始的这种 引导 只是一个带你进门 但当你打开了 自己内在的 那个空间之后 其实一切都是 随着它 就是交给你 自己的身体来掌握 然后按照它的节奏来走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我突然没有深呼吸了 或者我突然没有 很快的呼吸了 我做的是不是对 因为当你真的 把整个控制权 交还给你的身体之后 其实就没有 所谓的书本上的 或者是这个 带领者交的这种 对还是不对了 所以这个呼吸法 最美妙 也是最有力量的部分 就是它的体验 不是通过讲座呀 看书呀 去学理论呀 而习得的 而是你自己的意识 和身体里面产生的 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 体验式的学习 所以这样的学习的效果 对你来说 也更容易产生 非常私人化的洞见 而这些洞见 也能够持续更久 在你接下来的生活中 给你带来一些指引 我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这种inner power 或者是 你有一个更高的inner self 可以自愈 然后也可以指引你的 原理所在吧 然后这个 第三个阶段的音乐 就会是 一个更加舒缓 温柔的 好像在呼唤你回家 就是在你经历了这么多的 丰富的情绪之后 慢慢地 回到身体里面 回到现实 然后深深地嵌入 你此刻所在的地方 就像那个海浪 慢慢地 打回到岸边的那种 音乐和那种感觉 所以这就是 整个呼吸法的过程了 那接下来 还有第三个阶段 就是整合 那这个整合 一般也是在 小组的设定下发生的 大家可以分享 你在这整个的过程中 体验到了什么 学到了什么 一般带领者会鼓励你 以写日记 或者艺术创作的方式 来理解 消化你这段经历 同时让疗愈自然发生 并且把这段经历里面 产生的洞见 带到日常的生活里面 然后让它持续的更长 所以这就是整个的 从准备到呼吸 到整合的过程 那我来讲一下 我自己试过的一次 这个呼吸法的体验吧 其实严格来说 我做的不是正统意义上的 整体自愈呼吸法 因为我前面讲到了 正统的是要至少两个小时 也必须要在整个集体的范围内 有一个人在旁边 看着你的状态下做 那我当时是参加了一个 网上的工作坊 这个老师他也是从 他从Stan Grove 这个流派学习下来 但是他自创了一个 更加短一点的 然后你在家里面也可以做的 这样一个练习 那当然他是会在远程 来协助大家 比如说也解答问题啊 也包括他来引导整个过程 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试了一下 那这个老师他也提醒 我们说你在家 要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然后要用比较好的音响 这样那个音乐的效果 才出得来 整个环境不要被打扰 以及包括最好 周围没有人 因为这个过程 你很可能会哭会笑 会各种乱叫 可能会让别人觉得 你神经病 那如果真的会担心有人 旁边有人的话 你可以比如说 如果要叫的时候 用一个枕头 把自己稍微捂住一点 当然他就会做这些提醒 我觉得他给我最大的一个提醒 也是我前面讲到的 就是向自己内在的力量臣服 因为这个对我 当时他一说 我就感觉很触动 很有启发 就是我们常常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想要向外界求助 想要去追随各种各样的 不管是导师也好 还是智者 或者是去买一些课 总之就是好像 首先相信我们自己是无力的 是很渺小的 当然我在其他的场合 也经常说到 承认这种渺小感和无力感 然后承认自己 有更多的东西是未知的 这是一种很谦卑的态度 但与此同时 我觉得这个呼吸法提醒我们的就是 你可以在谦卑的同时 也相信自己其实是有一些 你自己还没有接触到 或者没有开拓出来 没有探索到的一些 本身巨带自带的 有能量的东西 有力量的部分 然后这个也有点像 佛家里面说的那个 本字巨足嘛 就你本身其实是 已经什么都够了 你不需要再向外求索了 或者用我们现在 更日常的话 就是我们good enough了 你不要觉得自己 这儿也不够好 那儿不够好 这儿也有问题要修复 那儿也要修复 所以这是一个 整个的出发点 那我自己的经历就是 我就在家里面 找了一个非常安静的时间 躺在床上 然后把音响开到比较大声 就来体验这个呼吸法 所以在这几分钟的放松之后 我就进入到了 由快速呼吸带来的缺氧 以及进入一个非常态的 意识状态的这种阶段 那我本以为 我一开始会接触到一些 就是千奇百怪的 或者是五彩缤纷的一个世界 但是结果迎头而来的 就是非常大的恐惧 这个恐惧就是 我能够感受到 有点类似于 出生的时候的那种恐惧 就好像是你本来 是在一个很温暖的子宫里面 然后突然要经历那种 经过产道 走向世界的那种恐惧 就非常非常的大 我以前是不相信这种 什么出生恐惧的 我觉得怎么可能有记忆 怎么能记得住 结果在这个状态里面 一下子就 就换回起那种恐惧了 然后这个恐惧就延伸到了 其他各种各样的恐惧 包括身为女性的 集体无意识里面的恐惧 就包括远古时代 对于安全啊 温饱的恐惧 以及 我甚至会在那个 很短暂的时间里面 联想到 我妈当时生我的时候 因为她告诉我 大出血 命都快没有了 然后所以我的那个出生恐惧 其实是跟她 生我的时候的 在生死边界上 挣扎的那种恐惧 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从这种 集体的恐惧 和我出生的恐惧 我又瞬间切换到了 中世纪女巫的身上 就好像 她们可能拥有一些 非同于主流的观点也好 生活方式也好 结果就会被 放在火上烧死 或者是用石头砸死 然后同时我也 又穿梭成一个 在原始社会 被洗礼的一个小孩 就那种婴儿 刚生下来 会经历一些仪式 可能大家都会 围着火跳舞 或者是在脑袋上 撒一些水什么的 然后婴儿在那哭 所以各种各样的恐惧 迎面而来 就席卷我的全身 就开始 一开始是 慢慢的流泪 然后后来就变成 非常无助的放声大哭 在家里面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这段经历 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在我们 日常的生活中 其实大家不太敢 把恐惧展现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喜欢看恐怖片 因为这是我们合法 合情合理的 体会自己的恐惧的途径 但平时的话 恐惧会被当成是一种 很弱的情绪 就好像你这个人 是个弱鸡 你才会 没事就被 各种事情吓到 以及包括你在 跟人相处的时候 你可能会 因为对方 会对你造成的 有伤害的话也好 做的行为也好 感受到恐惧 但是往往 你表现出来的是愤怒 因为愤怒比恐惧 是一个种更强有力 更有攻击性的感受 所以恐惧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它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只是在我们的表达中 或者是我们 静下来去体验的过程中 其实是 我们不太允许它 浮现出来的 而在这个呼吸法的影响下 你的意识 进入到一个 更加松懈的状态 你平时的防备 你对于恐惧的审查 都不见了 所以它就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冒出来 让你体验到它 其实这也是我们 处理情绪的一个 最基本的原则吧 那就是 你不需要对 产生的情绪 做任何的事情 其实它们冒出来 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看见它 跟它在一起 待一会儿 就这么简单 就比如说 我刚才讲到的那些 出生的恐惧啊 什么女人的集体恐惧 什么女巫的恐惧 你说我真的是要去 开始编一个故事 我有前世今生 我怎么怎么样吗 当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 神棍的兴趣也可以 但是对我来说 它其实就是 全身潜伏在身体里面 没有被处理过的情绪 以各种具象的形式 或视觉化的形式冒出来 要求我去看到它 处理它 拥抱它 跟它在一起 就这么简单 对 所以在这一段 恐惧的过程之后 我有一点点 从那个呼吸的状态里面 掉出来了 因为这个 当时那个老师也说到 其实 如果你遇到一些 非常强的经历 或者感受的时候 你很容易 你的那个小我就会 产生防备 你就会说 啊这是什么鬼 我要出来 然后这时候 也没关系 就是你 只需要观察到它 然后再次让它 你再次通过 快速的呼吸调节 回去就好 当然相反 如果你觉得 那个呼吸法的状态 太过强烈 不能忍受了 你也可以通过深呼吸 或者是通过 换回你的小我 然后又回到 安全的状态 回到所谓的正常 或者自然的状态里面 就好 所以在那一堆恐惧之后 我的小我就上线了 想把我从 那个状态里面拉出来 它就开始幻想一些 非当下的事情 比如说 我就开始想到 我当时正在 date的一个神尸 就它非常的 性感 也非常的 让我有一种 臣服欲 所以我就开始 产生性幻想 就在它面前 跪下来 是什么样子 但我又突然 进入到了 那个 呼吸法的状态里面 然后一个念头 闪过来 如果我这个时候 转过身 不是跪向他 而是跪向 我自己 是什么样子 就在这时候 我突然感觉自己 全身的小宇宙 都爆发了一样 鸡皮疙瘩也起来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向自己下跪 自己也可以作为 被臣服 同时也是臣服的那一方 当然在 SM Play里面 我可以做一个 别人臣服于我的S 但是在真正的 与自己相处的过程中 我从来没有 敬畏过自己 内在更宏大的 那个部分 我猜佛教里说的 众生皆佛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平时 只是一个 智力上的层面 去理解它 但当你在一个 不同的意识状态里面 亲自向自己的内在 转身 然后跪下的时候 那种震撼的感觉 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在感受到如此强大的 内在世界之后 我突然就开始 狂笑 因为在这个呼吸法里面 哭和笑真的都是 不受控制的 你就更加能够理解 为什么身体 其实根本就不是 你的奴隶 而你 你其实是大脑的奴隶 因为如果你 交由身体来 做很多事情的话 它肯定是在社会上 是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的 因为它可能会 随时哭 随时笑 随时颤抖 随时癫狂 那在我们这种 对于文明啊 体面呀 非常讲究的一个社会 然后又对于精神病 非常细分 把一切 所谓的不正常 都当成症状的 这样一个社会 就颤抖和 哭笑 其实是 被污名化的一定程度上 所以 在这个时候 我感受到 内在非常强大的 力量的时候 我是 在家狂笑的 然后你身体也会同时 开始抖动 或者开始 左右摇晃 回过头来想 其实这种 非常强烈的 感觉到自己 有力量的感受 以及因此带来的 狂喜和大笑 其实在社会上 也是不太被认可 可能你自己 也不太接纳的 就跟我们前面 讲到的恐惧一样 恐惧是一种 太弱的感受了 我们不方便 暴露给别人 而此刻这种 非常强大的力量感 其实也是不太方便 表达出来的 因为很容易就被 人评价为自大 自恋 甚至你自己也会说 这个太骄傲了吧 或者是 太不要脸了吧 之类的 这样的评价 就会附着在他身上 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 既不敢 接受自己的恐惧 也不敢接受 自己的强大 所以才变得 更加的平庸 然而如果我们 能够真正的去 正视这些恐惧也好 这些狂妄也好 它们都是我们的一部分 它们都在我们的身体上 有不同的反应 不管是蜷缩 还是颤抖 还是狂笑 只有当我们真正的 on them 就是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部分 我们才会真正的体验到 什么叫完整 而与此同时 在过去因为这些不完整 带来的分裂和伤痛 就可以开始这样 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自愈了 当然了 这些是我后来想到的 那回到我当时的 呼吸法的体验里面 当我开始感受到 自己的强大之后 我也并没有完全就觉得 我是一个可以一手遮天 不需要靠任何人的 这样一个人 因为我一直都相信 人是关系里的动物 但是当我感受到 自己的力量 以及我不需要总是 向外求索 我可以向自己跪下的时候 我突然对BDSM 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那就是 当我完完全全地接纳 并体会过 我自己的恐惧和力量时 我也就可以把这两股情绪 或者是这两种能量 玩得更加炉火纯青 我可以在任何时候 施加或者是 释放我自己的恐惧 也可以在任何时候 在不丧失 我的内在空间的同时 把我的力量 交给那个 我想臣服的人 然后就像在 呼吸法里面一样 放下我的小我 体会那种 彻彻底底的放手 以及信任 大概这就是 BDSM对于我 如此有魅力的 一个原因吧 在体会了恐惧和力量之后 我感受到自己 变成了一个 黑色的点 从这个黑色的点上 又长出一个 黑发女巫 当然这一次 这个女巫 就跟我前面 所说到的那种 受迫害的女巫 形象不太一样了 她更加是一个 自由的 狂野的 这样一个女性形象 从她的口中 吐出了很多 黑色的烟雾 或者是黑色的空气 然后慢慢地 爆发成一个 巨大的球 好像那就是 宇宙大爆炸的 起源一样 这让我突然感受到 内在的强大的能量 和外在的宇宙 其实是同根同源的 好像真的就体会到了 什么叫oneness 也就是没有内 没有外 没有我 没有你 没有宇宙 没有内心 它们全都是 融为一体的 当然了 这并不是一个 关于宇宙的科学解释 但没关系 我仍然愿意去 珍惜它 就像我珍惜一首诗 一篇散文 一份由我自己 身体和意识 创造出来的 艺术品一样 当音乐慢慢舒缓 我也就开始沉浸在 这样一个 宇宙观里面 它就像是 又回到了母体 回到了那种 温暖 安全的环境里 但这一次 又不像是 出生之前 什么都没有经历过 而是在 当你走完了 九九八十一难 然后又回到了 那样一个 安全温暖的宇宙里面 回到那种 平静的状态里面的感觉 是一种 深深的喜悦 所以这就是 我的整个的 呼吸法的体验了 当然了 它不是灵丹妙药 不是一次性的 不是在经历了 这一段 强烈的感悟之后 你一切的创伤 都被愈合 都被整合了 我现在更加倾向于 把这些练习 不管是呼吸 还是其他方式的练习 都当成是 所谓的 时时情浮事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灵 经常会堆积一些灰尘 不管是 成年的 还是 新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 可以经常通过 冥想呀 呼吸呀 瑜伽呀 还有各种各样的 弹催的练习 来 服侍它 来把这个灰尘 打一打 免得它越堆越深 而如果我们 升起了那种 啊 要是找到一个方法 能够一劳永逸就好了 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其实就更加 需要警惕了 因为那可能是 你的小我想要偷懒 或者是想要 避免痛苦 的这样一个 起心动念 那讲到最后 我再用 Stan Grove的理论 来简单讲一下 我为什么会在 那个 呼吸法的过程中 体验到 各种各样的 奇怪的事情吧 那这个也是 我后来 才看的 所以 不会是 一开始有了 这种暗示 所以Stan Grove 有一个理论 叫Basic Paranatal Matrices 也就是 出生过程中的 几个 矩阵 或者是几个阶段吧 那在Stan看来呢 我们的主流心理学 只关注出生之后的 一些创伤 可能弗洛伊德 还会关注一些 潜意识的 一些阴影也好 创伤也好 但是很少有人 关注出生 这个事情本身 带来的一些 痛和力量 那在Stan看来 出生这件事情 本身 其实就是充满了 力量和恐惧的 他把这个出生 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当然就是 你在一个温暖 安全的 像一个宇宙一样的 羊水的环绕下 你无忧无虑 没有自我感 这样一个状态 那第二个阶段 就是母亲开始 产生公缩 就马上要分娩了 那在这个时候 婴儿就会感受到 非常强大的挤压 这种压力 突然原本很平静的 那种羊水 开始出现了震动 开始破裂 你整个的子宫 也开始不断地 给你产生收缩 紧绷 带给你巨大的压力 和不确定 和迷茫的这种感觉 那当然 在第三个阶段 就是更加 这种压力变得更大 因为你要通过产道 你要从一个原本 很平和的 与事物隔绝的一个世界 进入到一个 你要需要呼吸氧气 你要开始赤身裸体地 面对这个世界的 这样一个过渡 当然你会感觉到 产道的巨大压力 你的头感觉都被 都被挤得很扁 然后你也是 这也是一个生与死的关头 因为你可能会面临 出生时的非常 你当时是非常脆弱的 很可能就死掉了 这样一个关头 你会不停地挣扎 你会有很强的求生欲 同时 也在这种巨大的恐惧里面 产生非常 强有力的能量 就你也有力量 想要去 冲破这个产道 然后走向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第四个阶段 就是突破 就break through 就像一个凤凰涅槃一样 又重新找到了 在现在这个世界立足的 一个平衡的 一个平和的状态 所以在斯坦看来 整个出生的过程 其实已经预演了 我们在此后的人生中 要经历的种种情绪 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 压力啊 绝望啊 死亡的恐惧啊 对生命的渴望啊 挣扎奋斗 平和 然后或者是在 苦难之后 重回的平静 等等等等 而与此同时呢 这些体验 不仅仅是个人的 同时又是超越个体的 就他所说的 transpersonal的意思 因为在这一个过程中 你也会体会到 动物的苦乐 自然的变迁 宇宙的张持 从而感受到 万物的连接性 而Stan也强调 这种个人的 和超越个人的 视角之间的转换 不是线性的 不是说 你必须要先体会到 个人的喜怒哀乐 才能与动物共情 才能去体会自然 才能去感受宇宙 才能最后体会到 万物归一 而是说 所有的这些感受 它们都可以同时发生 它们都是互相渗透的 所以带着这样一个 非常丰富的视角 我们可以理解 在呼吸法里面的体验 也可以带着它 去体验日常生活 譬如说 我们可以提醒自己 我们不只是一个个体 也是一个与周遭的 我们的伴侣 我们的家人 所联系的 这样一个共同体 这也可以让我们 重新思考 我们与动物 植物 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好了 这期节目讲了特别多 理论和体验层面的内容 希望给大家打开一些思路吧 当然如果不幸的话 也可以当成一个 奇闻意识来听一听 如果你也想体验 这个整体 自愈呼吸法的话 我其实还是建议你 去到一个 更加正规的 集体的环境下 进行这样的联系 会更安全靠谱一点 但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 试一试这个 更短版本的 在线的 在家就可以做的 这个练习的话 我可以向你推荐 一个老师 那他也有一次 免费的课程 具体的方式 请大家关注 神爱万财的公众号 回复呼吸法三个字 就可以得到 如果大家对这一期 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反馈 我都非常欢迎 看到你们的评论 也欢迎大家加入 成长社群 章鱼觉醒 在这里我们既探讨 这些有的没的的 神棍内容 也探讨科学 还探讨情感 我们也会习惯感恩 习惯庆祝 也接受哀悼 接受各种各样的情绪 我也会在社群里 解答大家的问题 其实社群里的小伙伴 也经常互相回答问题 互相给予 情感上的支持和陪伴 那我也会分享更多 我私人生活里面 非常好玩 或者是狗血的事情 所以希望在章鱼里 见到更多的新朋友 我们下期 神岸晚彩再见 神岸晚彩